许多人用随身包包护着头 冲到街上避难 菲律宾周二下午 中部萨玛岛发生规模6.4的地震 镇阳位于菲律宾土土比干 东方13公里 深度54公里 属于浅层地震 万幸的是 除了道路桥梁出现裂痕外 目前还没有伤亡消息传出 但是前一天周一 旅宋岛才发生规模6.3的地震 已经造成几十人死伤 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在旅宋岛中部 班巴加省的波拉克市 当地有一间四层楼高的超市 完全崩塌 有些员工和顾客当场罹难 就难对全力抢救瓦砾堆下的人 班巴加省的克拉克国际机场 也因为地震严重受损 天花板破了好几个大洞 当天取消了一百多架搬机 关闭一天检查并修复受损的地方 首都马尼拉也感受到 这波大地震的威力 高楼大厦顶楼的游泳池水 也被震得喷出来 形成一道大瀑布 此外因为大地震的关系 旅宋岛上的电力和通信网路有中断 电力公司也为了预防灾后走火的意外 中断灾区供电 限制全岛用电量 菲律宾总统杜特地 也下令周二政府停搬一天 让交通顺畅 加快救灾速度 大约新闻 郑宇轩编译 针对东非三 大约新闻